NEO 了世纪天天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来看法兰克人对上库满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7点钟方向的法兰克人是NBL 法兰克人拥有免费的农田技术 而且他拥有火枪火炮的文明特性 192游侠也是在说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后期没有大罗马的关系 所以清奇病血量通常会打出对手的清奇病的血量 法兰克人后期虽然有战毛兵 但是没有三级铠甲跟三级的弓箭射击的关系 所以用战毛兵防守对方的马攻势 也会稍微弱了一些 法兰克人的主軸还是要靠自己的游侠打出优势来 后面做个步骑作战 用步兵枪兵加上游侠的策略推进会更好一些 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库满这个文明 大约出生点位1点钟方向的YO选择了库满 那库满人他是来封建时代一时 就可以开下城镇中心 第二个城镇中心 但是只有限制两格 那库满人他算是开农型的 可以最早开农村民的一个文明 那库满人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起兵路线 一样游泳游侠跟大罗马 但是缺点是没有重装骆驼的升级 但城堡时代还是可以靠骆驼稍微反制对方的起兵 那帝王时代已有草原骑兵可以考虑 但是 他的骑兵路线是不能点跟踪技术的 但是原来不能点的是因为他每升一个时代时 这个骑兵的移动速度都会很快 所以封建时代的库满是跑出最快的文明的 他用绝对主动权 那到了帝王时代他的移动速度可以高达20% 所以比这个跟踪技术还要快一些 那库满人打法还可以转出马攻路线 他的马攻清查也是可以考虑阻力 但是清查这个单位需要从城堡出铲出 所以打法有点比较偏向于打蒙古突击那种感觉 那库满人后期也可以打一个步骑作战 游侠配枪兵 枪兵可以反制对方骆驼 也可以打剑兵勇士 但是没有软甲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YO的黄金跟果子 还有这个黄金处 前期的黄金处看起来是有点麻烦的 围架的部分可能也要大围才能围好 前期的防守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后面的话还有块黄金还算可以 但是墓区有点远 只有两块墓区可以用 所以这块墓区有点偏正面 这块有点偏远的 所以这个地图对YO来说是非常差的 虽然果子在后面 但黄金在前面地图也不太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MBL这边地图 MBL这边地图 也是两块金在前面 但是后面有一块黄金 而且果子也偏后方 这个地图对MBL来说相当舒服 而且MBL这边选择的法兰克人 拥有吃果子速度最快的优势 这些果子在很安全的位置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边如果能围到底的话 这里大量的空地都可以拿来撒农田 或是开TC都可以 后面还有块墓区相当舒服 那这部分YO可能会比较弱势一些 想办法守住自己的领地 YO这边点下了封建时代 支部技术也补下了 好支部点下 这里双面斧也补下 一起法木点下之后 直接开下了双TC 哎呀 好久不见的库曼双TC开农 这里拉了两只营养过来 8个人盖城镇中心 现在8人盖城镇中心 应该是库曼的最高上限值 盖的速度 所以你也不可能拉20个兆 你直接过来盖 想把这个城镇中心盖好 机器会很差 8个人盖好像是最高速度 然后MBL侦查到了 你开TC 那我就要来插塔 那这也算是对于库曼开农的 一个很好的反制效果 这里插箭塔 插这个位置如何呢 直接控一下木区 好但这边好像是要来控果子 插这个位置 好直接涵盖到了左边农田 还拉了一只狮子 这应该是不好意思引到的 MBL直接转出了箭塔 洛马塔弓 两个人挖石头 好盖好箭塔 这边想要来 刷一下上方残血聪明 两只收下 YO直接开局十两村 箭塔开始伸插进来 那YO这边要应付箭塔工的话 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也挖石头 要赶快找个机会去把石头挖起来 不然就是要转弓兵 那扑曼人的弓兵路线也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他的射箭场跟马厩 都是稍微省资源的 但这边没有选择去挖金矿 而是选择了挖石头路线 石头直接挖前面的 这边要稍微围一下 对方的洛马可能过来骚扰 好两根箭塔建起来之后 YO是选择了 把自己资源点给围起来 还没有插箭塔 那箭塔的话我会觉得说 正面还是先补一根比较好 可能要补在正面的位置 大约这个位置 这个角角 如果你盖太后铭箭塔的话 就变成有盖跟没盖一样 对手一样可以用极限距离 撕到你挖石头的村民 所以箭塔要盖的时候 尽量往前盖会比较好 好 在右边直接补了一个箭塔 这里要拉村民去直接手撕 看一下这边细节 这里其实YO是可以拉村民 直接去暴打 这边瞭望塔的 但是这边怕这边直接收村 那这边可以直接拉个大概十分左右 直接把这两根箭塔输出一下 因为他这边在盖箭塔的关系 所以来不及盖好 但是YO并没有拉太多村民去做出防守 而是决定先一两根箭塔对射一下 能穿掉一根箭塔就不错 这里肉麻稍微吸一下 箭矢的伤害 还是收到了一些 后方补了一个市集 NBL这里已经点下了城堡石带 这里也补一个市集 稍微防守一下 拉了村民过来 这里是要干嘛呢 现在5个人挖石头 难道是要往前盖宝 反而客人城堡石带城堡 只需要550左右的石头 就可以盖出一根城堡 并不需要650 然后NBL这里直接拉村民 要绕干了 YO拉村民直接收掉了 这些箭塔的solo 好NBL在后面盖城堡 直接把这个城堡石给控死了 OK YO这里被打的一个防不胜防 虽然成功截掉了NBL的箭塔塔弓 反而客人这边又补了一根新的城堡 那这边城堡重检 还是要控到对方的农田 那如果能控到城堡中心是最好 可以撕到人家的城堡中心 NBL这里是转出了直伏兵 提示也有再继续出 这边想要从左侧杀进去 但是YO这边防守打得很好 但是直伏兵在后面 这里可能会被打破 应该是守不了 好YO在后面 看要不要上城堡石段 再开个城堡中心防守 这里选择直接一个盖堡防守侧面 但是这里盖堡好像来不及 对手NBL已经从这里敲下去了 这个城堡中心还是要被城堡给压住了 好那这里有点尴尬 YO这边要转充车吗 但是现在没有稳定的木区 YO的地图实在是太烂了 这两个木也被控了 这个木也只能稍微挖一下 急需一个新的木区来源 但现在把自己的村民往外送 又有点危险 完蛋了完蛋了NBL 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后方有直接辅兵 右边骑兵再扣木区 最后的木区在这里 然后木区一直往外伐木的话 这里村民也会被射到 好NBL最后是在左侧的位置 被收掉了 清茶三只点掉所有的制服兵 骑士再尝试过来 YO这边左边赶快补一个城堂中心会比较好 原来没有城堂中心 基本上是没有稳定的木区 没有稳定的木区就只能投降了 OK 左边重新拿回来 清茶可以慢慢量产 这些清茶可以去对手家里放下 清茶这边成型速度也是很快的 免费的跟踪技术 跑速已经有了 品种也有 血量60滴血 好 稍微绕稍微绕 NBL直接鬼转4TC 家里一根城堡都没有 好 现在的情况是对YO来说 比较不友善 两个城堂中心都被城堡给拆除了 现在只有单TC再开拢了 单TC打4TC NBL这里可以打 可以考虑出个投石车或是弩炮 或是战毛兵防守都可以 但战毛兵需要点东西承袭速度比较慢 工程器制造所里的单位 弩炮或投石车会比较好解决 这里码工的骚扰 好 现在码工数量来到了非常夸张的数量 14只码工了 好 这里赶快匯合一下 码工数量多才会给到对方极大的压力 好 这里再收个一村 现在没有弹道雪 YO点下二级伐木 经济稍微控好 左边拉了一些村民从左侧盖堡 哇 这个堡盖下去又控到了4片田 这个附近也能控得住 这根城堡位置相当不错 NBL盖了两根箭塔 但是没有防到任何东西 好 投石车这边砸了一发 但是没有找到大量的数量 好 再利用投石车守住 现在这面的部分有城堡 暂时这两根城堡不会再继续入侵进来 监察这边就去到NBL 这里是村民宿领先 大约25村 好 后方盖了城堡之后 去挖了石头 好 投石车这边砸一发 找到头破血流 NBL这里直接用投石车砸掉非常多青茶 青茶就直接往投石车往上贴脸 但最后还是有七只青茶活了下来 NBL这里被迫收村 好 看一下投石车 来 拍一下 来不及 打蛋了 好 右边这里盖城堡中心 又被控 现在NBL 村民宿虽然领先 但是防守效率并不是很好 没有沾毛病 也没有把家里围死 好 这里一个冲车 过来想要拆除 这次自首有看到 拉了很多村民过来直接手撕 天一场应该来不及去防守这台冲车 直接选择往回拉走 右边的城堡中心 中心盖好 YO开始补了更多的城堡中心 开始在打农 青茶上来就是对着投石车一阵输出 但是投石车最后还是拍到了一下 YO这边损失了一些青茶的数量 好 投石车出来 比高打低 青茶上来有点猛 要小心 这根箭塔 先拆掉吧 刚刚在想要修跟攻击之间做选择 含血的冲车还是先收掉比较好 好 YO这边看到上面双塔 先暂时解不了 转出了投石车 然后来直接控乘这东西 但这个工程器制造所一直在铲投石车 YO这里补下了一级农田 点下了 装甲冲车 好 这里再补个箭塔 但是青茶伤害实在太高 一直在输出 YO这边抓的这波非常漂亮的投石车 砸了一发没有砸掉 哇 直接吃掉了YO的一台投石车伤害 这里残血投石车赶快回血 拉一下 回头打一发 OK 收掉 这里的箭塔也拿下了这个投石车 好 投石车在这边拍一下 拍到了很痛 但是第二发收掉了前方的投石车 好 这里想要阻止对方盖宝 YO有机会可以守住吗 我觉得这根宝应该是盖起来了 NBL应该要放弃 但是没有放弃果断拉更多聪明过来 后面有青茶 城堡金来到了80% 应该要放弃会比较好 好 这根城堡盖起来就个NBL 黄金矿在后方 拍到一下 抓到两寸 NBL抽屜数113寸 对上YO 78寸 结果主金在后方还被控 YO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控住了两个金矿点 附金跟这块金 现在NBL黄金急需赶快控制起来 前方又补了一个新的剑塔 还有 承证中心 当然黄金才可以稳定 NBL这里没有选择转出战毛兵 选择要去野外 尝试控一下这里的黄金 好 前方冲车开始尝试拆除城堡 哇哟 这波反打打得很漂亮 臭名处虽然落后很多 但是NBL的情况越来越不妙 好 托试车 再继续出 NBL现在这里后门被开得有点不舒服 后面一直有东西在骚扰 好 前方装甲冲车也一直在努力 输出当中 伺服兵出来 开始防守 冲车赶快被快速解掉了 好 城市中心解掉 这里黄金不想被挖 所以补了一根剑塔在农田中间 这样黄金就不会被爽挖了 好 赶快收村吧 好 防务剑塔也提升上去了 这根镜塔补完结果NBL 好像也没有办法反击成功 这根镜塔要被城堡给拆掉了 好 投资车拍掉冲车 这里暂时黄金矿守住了 好 拉了一些村民去前面伐木 现在NBL 很多村民只能先四处 算逃窜吗 好 现在看起来NBL 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一番 聪明树还是领先 但是资源量来说 库曼是领先对手NBL的 原来NBL聪明树 一直被迫逃离其他新地方 没有办法稳定的去开采资源 一直在移动 这一波投资车高达地 顺利收掉了 YL这边清卡的数量 但是清卡的数量还是高达20只 还是可以有效去反击 这根剑塔能够盖起来吗 盖得有点头发血流 最后还是被抓掉了几村 OK 剑塔盖起来重新防守 YL这边李帝王时代还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会差个一分钟左右 这边清卡的都线打得非常漂亮 又再次抓到了NBL的村民 两边村民数已经持平 资源量也已经持平 两边村民数 跟资源量已经差距不大了 YL从非常劣势变成开始有优势了 好 法恩克人帝王时代 要决定打起兵路线吗 还是要来打 货兵路线呢 还是要转战毛兵 那遇到清查路线的话 还是直接走游侠会比较好 毕竟库曼能反制游侠的东西 就只有一半的骆驼 但是这个骆驼也打不太引游侠 也没有重装骆驼 还是要靠这个枪兵路线会比较好 那如果YO真的走枪兵路线的话 法恩克人又有火枪可以去防守 整体来说 MBL还是比较好打 YO这边阵型 虽然YO有重头 但是法恩克又有火炮 所以走工程系路线的话 YO可能也不是那么适合 或许YO后期也可以考虑倒清查 配肉马 或是配游侠路线 做出最后一波的反击 可以考虑的 现在黄金术还是要先稳定下来 要走一个路线的话 还是要专心走会比较好 好 YO这边是补下了拇指环 拇指车砸一发 盐查数量开始慢慢减少 这边再继续拍下 把这台拇指车给拍掉了 稍微修理一下城镇中心 MBL这里有点卡人口 马厩还没有盖好 现在马厩 弄到一半 去修理城镇中心 这个马厩是不是装膝盖了 好 升到帝王时代 点下了马凯化学 好 冲车解掉 库曼这里是继续转清查 手推车也补下了 现在MBL最大问题 就是二级伐木没有点 经济有点差 库曼已经成功返潮 MBL法兰开始经济 好 投石车 要不要往前 打下 好 往前架 先把这根城堡拆掉 中间就可以直接摩西分红海 让YO的领地变成两块区域 好像变三块领域了 左边一块 右边一块 左下角还有一块 哇 这个真的是库曼人 四处为家 YO重新重建了 重现了这个库曼人的历史故事 好 这里冲车 再来冲车 YO要直接上大冲车升级吗 好 点下了三级伐木 好 这里拿下 现在库曼人也点下了安息人战术 提升一下防御率 跟对枪兵的伤害力 那MBL这个情况是不可能转枪兵的 转战矛还有可能 好 这里玩转战矛 战矛兵是我们开头讲到的 没有三级凯甲也没有三级射 稍微堪用 但是以现在黄金被控的情况下 确实该拿出来用 不然待会再继续出黄金兵 会容易出到没有钱啊 现在连铠甲都点不上去了 二级马卡也快要点不下 好 但是有火炮的关系 瞬间收掉了这台巨型投尸机 但是火炮要小心清茶已经来了 这毛病在后面 紧追后面防守 好 收掉了一只清茶 第二只也拿下 第三只清茶没有拿到吗 没有拿下 火炮反而自己损失了一台 这一波交换时YO比较赚 好 YO这边点下了银罐 跟修瓦莉清骑兵大洛马升级 这边产洛马速度非常快 那上次我们的酷达达的影片里面好像有讲错 讲到这个银罐 增加草原骑兵的 跟洛马的制造速度 这个能力其实是库曼的 并不是达达人的 他是 瞬间忘记 突然讲错了 那库曼人他的金罐技术 可以让队友们在城堡里面产出免费清茶5只 好 这里清茶直接往里面射 清茶还没有点下金锐 但是法案客人开始转出骑士精神 重装骑士 没有黄金还要硬点 NBL觉得这一波再不赶快造骑士出来 可能会真的打不赢 现在黄金非常需要 但是洛马打这些战毛兵算是很绰绰有余 但YO这边的洛马还没有提升马卡的关系 遇到战毛兵的大量骚扰 还是没有办法挡住 后方清茶给的压力很大 巨型投石机还在攻城 火炮一直尝试想要把这根城堡拿下 这根城堡拿下就有机会解放这块主径 有这块主径NBL就可能会有游侠 好 战毛兵赶快再推回去 好 前方的洛马也开始反击 战毛兵加清洗兵前期一直往前推 这一块黄金成功拿下 这一块田区域全部拿下了 重装骑士成功反哨回去 NBL很努力 但是火炮又被解掉了 但是城堡最后移下 这个火炮还是做出了最后的架势 好 城堡拿下解放了那块区域 但是NBL没有足够多的石头 可以去挖出城堡防守主金 后方NBL已经成功突围 后面大量聪明直接被重装骑士 跟肉马骚扰当中 战毛兵在后方继续守护着巨型投司机 好 这一波草恩骑兵过来 直接开顶 草恩骑兵这边是精锐版本 攻击率11点 外腰的黄金素非常多 但是没有选择游侠路线 好 这里巨型投司机过来 草恩骑兵也马上过来 好 重新架齐 你要手撕巨头 不要吧 NBL 冷静 后面有清茶 好 这边草恩骑兵开始杀出来 Y.O 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大草恩跟踪技术 草恩骑兵的生产速 跟肉马都会变得非常快 只要再自己去稳住肉类的话 NBL 这里就会很难受 非常多的骑兵单位蜂涌而出 好 炸熬兵赶快来挡一下 这一坨清茶的骚扰 肉马看要不要直接上去 手撕巨型投司机 原来现在是Y.O被迫打架 这一波交换的话 Y.O肯定是亏的 好 肉马以上去直接先打 后方的清茶 清茶数量一少 自己就能轻手拿下 OK 拿下了这一坨 赶快再回来开始挖矿 但是Y.O的草恩骑兵 直接突破了NBL后方大量农田区域 直冲后方 这里村民没有地方可以收村 草恩骑兵 直接收掉了大约二三十村的村民 但是NBL也是不甘事了 但是这里有城镇中心可以躲藏 现在草恩骑兵已经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已经把NBL的村民出 打到剩下100村左右 还在打 哇 哇 这个 太惨烈了 Y.O这一波让NBL没有办法转出枪兵 就算转枪兵出来也很难挡得住 抽屏树下降的速度有点快 Y.O的抽屏树反而没有受到骚扰 抽屏树继续回农 这一波可以说是NBL被Y.O的草恩骑兵打出了聚举 我们恭喜Y.O成功反杀NBL的法兰克人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Y.O拿到资源上的胜利 大概赢了5000资源 4胜物也是Y.O拿下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10号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